我来锐贵的 高杰 瞒着我来锐贵面试 是想靠自己的实力 营聘成功吗 高杰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现在整个行业 都不欢迎你吗 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也做了反省 毕竟比赛不是最重要的 设计本身 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东西 同样的 对于贵公司而言 一个设计师的过去并不重要 重要的 是他将来 可以有能力为公司贡献什么 我刚看出了一个设计师 因为他有抄袭性能 任何人的污点都是磨不掉的 董事长 董事长 继续吧 可以请下一位面试者了 我还没有展示作品呢 高小姐 你刚才的阐述 跟我们润华相牵组的理念不合 所以我觉得 没有展示作品的必要 设计师说什么 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拿出作品来说话 既然是招聘 就让设计师要有一个展示的空间 把你的作品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这是我的最新作品 这是我的最新作品 暗箱 它不仅借鉴了中国古典设计风云 还加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繁复设计 表达了梅花香自苦含来的寓意 这么过时的概念 选材上还夹杂了黄金 非常不土的 卖给谁啊 梅开五半 象征了快乐 幸福 长寿 顺利和平 是永不过时的 至于黄金 本来并没有年龄属性 是设计者自己的局限 导致认知上的狭隘 我用假香工艺 加入了黄金元素 让整件作品的色彩饱和度更高 同时还凸显了 宝石的光彩 你讲到假香 假香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这假香呢 要想做好 首先要对光线有感情 对光线有感情 假香其实就是最大化的 让宝石和光线结合 散发出美感 想要把假香做好 最重要的是要对光线有感情 自然你对黄金这么感兴趣 不如去素金组求职 更能发挥你的优势 我的目标不仅仅是想做金饰 而是想让中国风的传统珠宝 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相比之下 我觉得镶嵌组更适合我 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 镶嵌组年轻人多 有朝气也有创新 我倒是非常期待 镶嵌组能够把老式的东西 做出一点新的感觉 让年轻人满意 让年轻人满意 你们觉得呢 葬事长 我觉得 这样吧 高姐 张思琳是吧 你先回去吧 等我们同志 谢谢 我原来想把这个平安寇啊 送给外孙女的 可惜不小心摔碎了 现在经理这么一设计啊 小丫头肯定更加喜欢啦 谢谢你啊 你喜欢就好 喜欢的 喜欢的 来 谢谢 镶嵌 你看呀 画得好好的 您有需要吗 你的水平这么好 为什么在这儿摆地摊 我是来这里找灵感的 昨天那位阿姨 看到我画设计稿 就问我能不能帮她想办法 修补一下坏了的首饰 我还听了她 买平安寇的故事 觉得很有人情味 就想帮帮她 话说回来 摆地摊这个题不错呀 这公园里的人形形色色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我还可以根据他们的故事 来定制 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珠宝首饰 拼你这个水平 去任何一家公司应聘 都有可能被录取的 正好 我打算去瑞华面试 谢谢您的肯定 林董事长 你很坦率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不会因为几句话 受到影响 也是因为如此 我才希望进入瑞华 林董事长应该听说过 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上 有位设计师 派评委发生意外的消息 那位设计师就是我 再多的辩解也是无力的 我需要一个公正的机会 用设计师的实力来说话 瑞华一直坚持的是 用珠宝镶嵌真情 有什么样的心 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如果你进入面试的话 我会来看你的作品吧 你们瑞华怎么回事啊 像高杰这样的人也能被喊来面试 关键是你们的董事长 居然觉得他很不错 董事长居然觉得他很不错 董事长看人一般都很准 你不认识吗 你们瑞华怎么回事啊 镶嵌组招人本来就是 配合会心系列的 还是应该 多听听高会的嘛 输不起就推仓评委 这样的人招进来我可管不了 传出去 还以为是我高会黑白不分 什么人都敢要呢 怎么 你好像很在意啊 怎么可能 我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好吗 怎么了 我们的设计师冠军容不下他 连招进来都不行 好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他怎么回事啊 刚才面试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 现在又是话里有话的样子 他以前都是肯定我的想法的 这次怎么很不一样 照道理说 奶奶不会干预我们各个部门的招人 你刚才说她很肯定高洁 对啊 你看 沐总 巷嵌组不是在招收新的设计师吗 高设计师 你这么气冲冲的是干什么呀 证明会结束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站住 你撞了人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 这满地的文件 你看不见吗 放入鱿鱿鱿鱿鱿